古往今来 很多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都跟苦难相联系 那种生长于蜜罐当中啊 一生顺风顺水的那种人 很难有对人性的全面的把握 也很难有宽广慈悲的胸怀 所以说杜甫个人的不幸 他的苦难成就了他 当然了 坦白的说 杜甫的苦难 不是他个人的苦难 而是整个时代的苦难 他的前半生生长于开元天保时期 那个时候是盛世 但是盛世也不是没有苦难呢 尤其对于基层的民众来说 苦难是有很多的 一个贫富差距 再一个政坛之腐败 还有一个就是壮志难愁 那么到了后来 安史之乱的时候 杜甫尝到了更多的苦难 那个时候说实话 除了没有死于战火当中之外 什么逃难了 什么家人离散了 被俘了 饥饿了 屈辱了 他全部都尝到 很多跟他一模一样的民众 在这个史料当中是没有话语权的 他们已经消失了 只有杜甫用他的笔代表着人民发出来的声音 才让我们知道那个年代里边 基层的民众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境遇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 我们应该感谢杜甫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他在安史之乱之前 太平盛世里边的那些境遇 首先我们敢肯定一点 就是杜甫啊 是一个穷人 咱们说开元天宝市盛世 说人民生活水平高 但是这个高啊 也只是相对而言 你可千万不能拿它跟今天比 那绝对比不成的 他这个高也只是比前世而言 但即便如此 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 毛汉光先生曾经啊 根据出土文书 研究过敦煌和吐鲁藩地区的 唐代居民的生活水准问题 他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这两个地区啊 当时生活水准 可以保持在温饱水平线上的 大概也就是40%左右 还有24%到36%的民众 达不到温饱线 过着有上顿而没下顿的这种生活 这是西北地区 那您可能要问了 那长安地区如何呢 说实话 长安地区呀 也许会好一点 但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你从这件事你能看得出来 就是基层民众当中啊 贫困者还相当的这个众多 很不幸的 杜甫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早年间 青少年时期的杜甫 还有家庭的阶级 我刚才说了 他的父亲呢 还是一个官员 所以说他的生活过得还是可以的 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 但是当他的父亲去世以后 家境可谓急转直下 从他的诗歌当中我们发现 30岁以后的杜甫 生活水准大为下降 已经到了贫困的这个地步 他最后没有办法 去给那些达官贵人家当宾客 那个时候的达官贵人 生活奢靡 除此之外呢 还要附庸风雅 这个门下都要养一批宾客 陪着他们呢 干什么呢 吟诗作妇是赏花弄月 那么杜甫呢 这个有诗才 因此杜甫呢 就去给人家当这个宾客 可是你要知道 当宾客过的那个日子 是非常屈辱的 人家并不真正的 把你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 你只不过是人家养着的而已 所以杜甫后来有一首诗 描绘过这个阶段内他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 朝寇富儿门 目随匪马尘 残悲于冷治 到处浅悲心 就是过着这样子 屈辱的生活 杜甫这个人呢 不太善于拍马屁 也不太善于说话 所以说实话 人家那些达官贵人呢 还不怎么欣赏他 因此他得的钱呢 也很少 到后来啊杜甫啊 就不得不靠着自己啊 种点草药来过活 杜甫到了三十岁以后 身体还多病 你说是什么叫做多士之秋 这叫多士之秋 他还多病 这个得了这个瘧气 这个瘧气啊 长达好几年 还不好 而且呢还有肺病 所以说他身体很差 他干不了重农活 也就种点草药 与此同时 他还接受一点 朋友的这个接济 你比方说 他的朋友比方高市 比如挣钱 有时候还能接济他一点 这个日子呀 也就这样将就着过 而且呢长安城 房价昂贵 最后杜甫啊 甚至在长安城内 都住不下去了 于是他搬家 搬到了哪呢 他搬到了这个长安 东南郊的杜陵去居住 杜陵乃汉宣帝之陵墓 而且这个地方 是他的老家之所在 杜甫搬到这儿来居住 所以后来呢 他自称叫做杜陵野老 到了天保十载 也有学者说是天保九载 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唐玄宗皇帝 接连举办了三个大连 先后祭祀了 这个玄元皇帝 太庙和天帝 杜甫听说了之后 觉得自己有机会了 于是他挥笔写下了 一个三大礼付 写的文词非常的优美 然后把他献给了皇帝 没想到皇帝还真看了 看了之后呢 还比较欣赏 于是呢 让杜甫啊 代至集贤院 让宰相来亲自考试其文章 杜甫写诗 描绘过此时他的这个心情 他觉得这是他一生当中 最荣耀的时候 当时啊 集贤院院内那些学士们 围成了一堵人墙 都在围观他写诗 杜甫啊 逼走龙蛇 写了一首非常漂亮的诗歌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他自认为这诗歌写得很好 可是呢 再无下文 所以说这件事 对于他的生活 也没有产生任何的这个帮助 在杜甫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家人 从洛阳赶来和他相聚了 亲人见面 当然非常的高兴 可是带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生活呀更加困苦了 吃饭的嘴多了 后来到了何等地步呢 有一年 天降大雨 秋季 秋雨连绵 连下六十多天 道路泥泞 长安 物价飞涨 当时杜甫的那些邻居嘛 纷纷的都把自己的衣服和被子 抱出去换钱 而杜甫呢 家里穷的是叮当响 想换都没东西可换 以至于杜甫啊 最后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他干脆把那院门锁起来 不让孩子出去玩 要玩就在自家院子里玩 为什么呢 省得这些孩子们跑出去 见到别人家吃东西 这些孩子们受不了 你看 就已经穷困到这种地步 后来实在不行了 杜甫啊 把孩子们 还有自己的妻子 送往了凤仙县 凤仙就是今天陕西的蒲城县 为什么送到那去呢 你要知道啊 他的父亲曾经在那当过县令 而且极有可能啊 他有亲戚住在那 所以把孩子们 还有妻子送到那去 能够啊 有口饭吃 这就是他的初衷 送去了之后 他还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他给宰相违剑宿的那个上书啊 还起到了一点作用 违剑宿啊 给杜甫一个官做 什么呢 何西县位 但是杜甫啊 不大愿意去 于是又改授 其为什么呢 又魏帅府咒曹参军 这是一个正八品下的一个小官 可以想见 这样的一个小官 与杜甫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期许 与他的那种预期值 严重不符 但是 辽胜于无吧 所以呢 他也就接受了 开元盛世 一个让后人魂牵梦营的时代 他是唐朝国力辉煌的顶峰 也是大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前奏 他为何兴又为何衰 一个时代的光荣和梦想还在回荡 盛世的辉煌已急转之下 这是必然还是偶然 从尘埃落定的历史 看兴亡得失的教训 山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开元盛世 杜甫没有想到 在得了一个八品小官之后 他的人生会经历一个 意料之外的打击 那么这个打击是什么呢 今天收看开元盛世下部第三集 大唐师盛 生于盛唐的杜甫 纵有满腹经轮 却无用武之地 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为继 求官十年 最终才得了一个八品小官 感觉不被重用的杜甫 心里肯定很受伤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不久之后 更大的打击或接踵而至 他接受这个任命之后 他就前往奉仙 去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 结果一进门 他就听到了一个噩耗 他写诗 记述过这件事 老七记忆县 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 数网共鸡可 入门闻嚎桃 幼子鸡已足 儿子死了 最小的那个儿子 因为饥饿 已经去世 也就是说 他父亲当官带来的这点 微薄的路米 也没有来得及 救这个孩子的性命 这件事对于杜甫来说 简直构成了极大的打击 杜甫一生都不富裕 但是这个仍然是他这人生的一个低谷 你要知道 对于杜甫来说 他十分的愤懑 除了丧子的悲痛之外 他很愤懑 为啥呢 自己的儿子 竟然因为饥饿而死 反观那些达官贵人们正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当时唐朝的贫富差距就是这样的大 当时的达官贵人们过着无比奢侈的生活 当时整个国家贫的极贫 负的极负 开元初期 唐玄宗尚且能够历经图治 尚且能够约束自己 约束后宫 约束百官 告诫大家要勤俭度日 告诉大家不要浪费 要实行博葬等等等等 但是等到开元中期以后 情况发生了转变了 当时的唐朝 社会生活变得日加的奢靡 宫廷生活可以用纸醉金迷来形容 皇帝的生活啊 咱们就不说了 就当时的达官贵人而言 他们的那个生活啊 奢侈程度已经到了前无古人的这个地步 他们整天穿金带银 零螺绸缎 身上佩戴着各种珠宝 身上佩戴着各种样的香药 而且呢 一个个银花弄月 过着非常舒服的这个日子 而且互相之间馈赠 都是馈赠极昂贵的这个礼品 甚至于啊 那些公主和驸马们 每天都要进香的给皇帝进食 来拍皇帝的马屁 进食的时候 皇宫前的广场上 据说啊 这个进食的这个车辆马屁 挤的是水泄不同 每日进宪 能够上千盘 每一盘美食 几乎都相当于中产之家 十家的家产 您说这些东西 皇上能吃得了吗 大多数都赐给别人 或者是干脆就浪费掉 这其中 说实话 尤为突出的 就是杨氏家族 杨氏家族 不但生活奢靡 还乐于炫富 当时唐朝 每到节日 说实话 就是一个浪费的时间 当时那个 一到节日 你就干吧 咱们就咱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 咱们就举这个正月十五 一到正月十五 当时的这个风俗 要放灯火 据说长安城内 那一夜热闹无比 堪称不夜城 当时灯火 能够排列数十里 而且是争取一斗燕 咱们举个例子 杨贵妃的那个姐姐 韩国夫人 她干什么呢 她做灯树 什么叫做灯树呢 灯树就是一个 做成树枝形状的 那样的一种灯 这种灯啊 一般来讲 是一人多高 由多盏灯所组成 我们来看一下 这幅图片 这幅图片 就是敦煌壁画当中的 唐代灯树的形象 分为这样的几层 然后呢 每一层都有多盏灯组成的 像一个树一样 这叫做灯树 可是这个灯树 大家看一看 也就一人多高 可是您知道 韩国夫人做的这个灯树 到了何等地步吗 首先 她做了一百根灯树 而且每根灯树 高达八十尺 把它树在城外的高山上 然后晚上点燃 据说百里可见其光明 当它点燃的时候 甚至把天空当中的明月的光辉 都给掩盖住 就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 至于那个 杨国忠 那就更不用说了 大家要知道 死人是穷人诈富 所以说 更加的这个肆无忌惮 而且 隔着咱今天话来讲 死人三观严重不正 怎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的一番话 你看看 他的人生观 是怎样的一种人生观 他说 某家起于细微 因缘交房之亲 已至于事 乌金未知睡嫁之所 念中不能置令明 要当取乐于富贵儿 啥意思呢 而我呀 出身寒微 我是因为贵妃的缘故 才能够得登高位 我以后啊 也不知道我的归宿何在 睡嫁就是归宿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归宿何在 我料想我自己 在历史上 也留不下什么好名声 干脆啊 我呀 不如过好当下就得了 我就享受这个荣华富贵得了 就这个意思 我就问一句 当朝宰相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观 您还想让这国家 落一什么好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观 所以他的那个生活呀 更加的奢靡 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比方说 他一个中堂 中堂就是客厅啊 耗资可达千万 富丽堂皇 堪比皇宫 他家里头 冬天 取暖用的那个碳盆 要用白檀木做底子 他养的 养的这个机械众多 到了冬天 他让这些机械们围成一圈 他自己坐在中间 可以避风 号称叫做什么呢 叫肉杖 生活生命到这种程度 而杜甫 他可以说 每天都在过着一种 冰火两冲天的生活 白天 他到那些达达官贵人家 或者官府里边 看到的是这样 奢靡的景象 晚上 他回到自己家中 看到的是那破败 萧条的景象 自己的那些邻居们 也抢不到哪去 而现在 干脆 自己的小儿子 他竟然 竟然因为饥饿 而死亡 这样巨大的对比 巨大的落差 你要他怎么样子 不复 你们这些达官贵人 你们挥霍的是什么 你们挥霍的就是我们的民纸 民膏啊 所以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千古名句 猪门九肉臭 鹿有冻死骨 这两句诗 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 这就是他忍受着丧子之痛时候 写下来的诗句 所以说苦难 能够迸发出最激烈的 最真实的感情 杜甫代表着千千万的民众 发出了这样的指责 辉煌的盛堂 表面繁华四季 却掩盖不了民间存在的疾苦 杜甫作为一个下层官吏 他的小儿子竟然因饥饿而死 在这个意料之外的人生打击面前 他开始凝重脑城 他的诗歌也更加关注现实 而此时的唐王朝 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唐玄宗重勇边将 穷兵独武 那么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在天保十载这一年 唐朝接二连三的 发动了这个边境战争 我们来看其中的两场 一场是安禄山攻打这个契丹 安禄山这个人大家也知道 这个家伙呀 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 在野心没有彰显之前 这个人很会伪装自己 他曾经杀害无辜编民的首级 然后呢献上去给自己立功 说这是入侵的敌人的首级 后来他还曾经啊用诡计 诱骗人家戏和契丹的酋长 来跟他进行和谈 在酒宴之上 他给人家上这个浪荡酒 这种酒是一种带有麻醉作用的 这个毒酒 把人家麻烦了之后 他再把人家脑袋砍下来 用来邀功 他就是这样给自己积攒功劳的 天保十载这一年 他发动了一场对契丹的突袭 当时他调集了六万大兵 其中还包括两千戏族的这个骑兵 来作为向导突袭契丹克汗的大仗 大军星夜兼程 深入敌境三百余里 最后摸到了契丹克汗大仗的附近 契丹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按理说 安禄山已经成功的达成了这个突然性 但是没想到 第一连夜行军士族疲惫 第二 此时天降大雨 道路泥泞 而且由于将士们的攻衔 都被雨水所浸泡 因此射不出箭来 契丹人借机 整顿兵马 然后来了一场反击 而且最要命的一点是 此时 安禄山阵营内 那两千个戏族的骑兵 临阵倒戈 结果导致安禄山大败 这一仗 安禄山的部队可以说是损失殆尽 他最后跑回来的时候 身边只跟了二十个人 连鞋子都跑丢了 这是安禄山争契丹之败 还有另一场战役 什么战役呢 险于总统争南兆 南兆 是今天云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 它是一个部落联盟 它的首领叫格罗凤 南兆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啊 就在今天的云南大理这一带 当时唐朝的云南太守张前驼 是一个边将的典型 怎么个典型呢 好事 这是第一 第二 贪得无厌 这个家伙与格罗凤的妻子之间 有私情 这就够羞辱人的了 即便如此 还不够 他呢还多次敲诈勒索 管着索要财物 索要物资 最后格罗凤不给 不给 这个张前驼竟然派使者 跑去把格罗凤给大骂了一顿 格罗凤大怒 于是发兵将他包围起来 最后把他给杀了 这个事儿是天保九宰的事情 到了第二年 唐朝就要发兵来报复 唐军的统帅不是别人 是贱难节度史 险于总通 险于总通 这个人 大家名字一定不陌生 他可是当年杨国忠的贵人 杨国忠穷困潦倒的时候 是他资助了杨国忠 也是他把杨国忠引荐给了张筹奸穷 由此这才有了后来这个杨国忠的飞黄腾达 你要说这杨国忠啊 还真不是一个白眼狼 他还记着险于总通的好 所以呢 险于总通这日能够得登高位 那全是杨国忠运作的这个结果 此时 这个张前驼之死 让险于总通觉得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 因此他发兵要来讨伐格罗凤 格罗凤啊 说实话 你说他这阵真的想叛变唐朝吗 真的想与唐朝为敌吗 不是 他那是一时之激愤 所以他对这个险于总通提出来 说我呀 可以请罪求和 但是险于总通 哪有这种考量的本事 险于总通就想着给自己立功 因此他拒绝了格罗凤的这个求和 继续发兵深入 最后到西尔河这个地方 双方爆发了一场遭遇战 这场战役 唐军大败 阵亡者多达六万左右 险于总通只身逃回 就这样的一场惨败 就这还不算完呢 杨国忠听了说了之后 杨国忠竟然呢 还想着继续发兵攻打云南 于是他下令要征集两京 以及河南河北的这个壮丁冲军 然后去攻打云南 这下子 把整个国家搅得是鸡犬不宁啊 当时官吏都下乡去 到处去抓这个壮丁 把那些壮丁甚至用大家锁着 然后把他们送入军营 杜甫当时就亲眼目睹了这个场景 当时的杜甫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因此呢 他不再征召之列 但是他亲眼目睹了 这些人与自己的亲人生离死别的那个场景 他的内心颇有感触 于是他写了一首冰车行 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车铃铃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千衣顿足蓝道哭 哭声直上甘云霄 什么叫史诗 这就是史诗 动人心魄 车马发出了喧嚣的那种声音 行人也就是那些 被抓到军营里边的那些壮丁们 穿着戎装弓箭别在腰里边 正在与亲人道别 他们的爹娘妻子哭着去送他们 牵着他们的衣服 然后呢嚎啕大哭 当时他们脚下踏起的那烟尘 遮天蔽日 就是这样的一个 让铁石心肠也能够融化的场面 这就是史诗啊 你要知道 对于杜甫来说 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种悲天敏人的那种精神 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残景 当时的这些士兵们 没有人愿意去送死 唐朝另一个大诗人 白居易 曾经写过一首《心风折壁翁》 说的是同样的一件事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这是一位老翁 当年杨国忠抓壮丁的时候 老翁正年轻 结果听说自己要被征召 半夜里悄悄地把自己的胳膊 用这个大石头垂断 用自己的残废 换来了一个免征云奶 两位大诗人 从不同的角度 都记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有此可见 战争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困扰 可以说 这是天保末期 政治腐败的另外一种象征 而且在刚才提到的 这个兵车行里面 杜甫毫不犹豫地 开始把矛头 直接指向了唐玄宗皇帝 以前杜甫写诗 还不大敢直接把矛头对准皇帝 但是此时 他已经放弃了这种顾忌 他在这首诗里头 直接的把当朝的皇帝 比喻做了汉武帝 有人可能就问了 比喻汉武帝没啥不好 汉武帝雄才大略 一代雄主啊 但是您要知道啊 历史上 对汉武帝的评价 跟我们金人对汉武帝的评价 是不大一样的 古代的士大夫 普遍认为 汉武帝是一个穷兵独武之人 都认为 要不是后来发布了 那个轮台最己诏 和后来的那个改弦更章的话 那么汉武帝将是第二个秦始皇 所以杜甫 把当今皇帝比喻作 汉武帝应该说 这是一种指责 就指责你穷兵独武 在这首诗里头 他这样说 信之生难恶 反世生女好 生女由得嫁比林 生难埋没随百草 那个年代 重男轻女 都喜欢要儿子 但是杜甫说 看现在这个场景 反倒觉得 还是生女儿好啊 女儿生了 还能够放在自己的身边 日后呢 就是嫁人 离得也不远 生个海 男孩会怎么样呢 只能在那边远地区 埋下一把白骨 随同那些枯草 从此以后 消失在这个人间 这就是杜甫 对于天保后期 穷兵独武政策的一种指责 大唐王朝盛世之下 隐藏的种种危机 最终带来了 安史之乱的全面爆发 承平日久的唐王朝 终于要面对 鱼羊皮股动地来的喧嚣 安禄山叛军 一路势如破竹 而唐玄宗又因为错误的决策 一物在物 最终导致同关失守 长安震动 那么在巨大的动乱之中 杜甫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呢 请继续收看 开元盛世下部 大唐师盛 也就在杜甫的小儿子 饿死之后不久 杜甫最大的那个担心 变成了现实 什么呢 动乱发生了 安史之乱爆发了 国家陷入到了巨大的动乱当中 安史之乱 就是在杜甫的小儿子饿死的同一年的冬季发生的 国家经死重创 可以说是一蹶不振 人民大量的逃亡 人口大量的死亡 尤其是当时的北方地区 甚至可以说是死亡过半 而杜甫只不过是万千难民当中的一个而已 他本人和他的家人 一样也被抛入到了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去 由于消息阻隔 这个当时安史起兵的时候 杜甫他们这些人呢 并不知道 等听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天下汹汹已 当时安史叛军势如破竹 河北郡县无不忘风而降 而且叛军迅速的就占领了洛阳 并且还传来了一个消息 怎么呢 唐朝大将高先知和封长青 这两个鼎鼎有名的将领 因为战败以及政敌的诬陷 最后呢 都被唐玄宗皇帝下令给处死了 这对于当时唐朝的军心 还有民心来说 构成了极大的打击 所以说当时杜甫啊 非常的惊慌 过不了多久呢 杜甫啊 感觉好像这个形势啊 逐渐的又稳定下来 怎么回事呢 第一 当时唐朝西北地区的边防军人 已经陆续的被调回来秦王 尤其是大将戈书汉被重新启用 率军镇守在同关 他率领的是二十万和龙精兵 这是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 这点让人觉得比较放心 而且郭子怡和李光碧 这阵正在华北地区展开 展开这个迂回攻击 他们的目标是要端掉敌人的老巢 也就是河北 另外 在敌军所占据的那个区域内 严真卿 严高卿所领导的那个抵抗运动 也是风起云涌 敌人第一次去进攻这个同关 也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并且敌人看起来啊 好像只满足于占据这个洛阳 没有西进的这个打算 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杜甫还有其他的民众 就觉得放下心来了 尤其是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名将 割书汉 那杜甫对割书汉 那可是无比的信赖 这不仅是杜甫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 有割书汉在就不怕 为什么呢 割书汉早年以勇猛善战而著称 很早就是唐朝的议员名将 而且在大家的口耳相传当中 他早已经就成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并且杜甫啊 早年间跟这个割书汉之间 还有点交集 跟割书汉打过交道 当然了 坦白的说 人家割书汉是大人物 杜甫是个小人物 因此是杜甫啊 有求于人家 怎么回事呢 他当时杜甫啊 到处去求见这些名人 求见这些达官贵人 推荐自己 也曾经去拜见过这个割书汉 而且还给割书汉上过自己写的这个诗歌 我们来看一下 他给割书汉写的这个诗是怎么说的 金代麒麟格 何人第一公 君王自审武 驾御必英雄 开服当朝节 论兵卖古风 这就是他写给割书汉的诗 这里头称赞割书汉 乃当今天下战功第一人 你是天下第一名将啊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说这里边有奉承割书汉的因素在里边 但是也能反映得出 杜甫对于割书汉 那真是当时是非常的景仰 所以听说割书汉镇守同关的时候 他觉得很放心 这个放心体现在哪呢 他当时把自己的家人呢 由这个奉仙 接到了白水去居住 这挺有意思 怎么呢 奉仙也好 白水也好 都在关中东部 距离同关前线很近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杜甫此时还认为 同关牢不可破 否则的话 他断然不会把自己的家人安置在 距离同关前线如此近的这个地方 但是杜甫说实话 他呀 级别太低 他不了解政治内幕 此时的割书汉 已经不是早年间的割书汉了 您要知道 这个时候的割书汉 第一年龄大了 而且身体有病 他当时得的是半身不随 皇帝是强行启用他 带兵打仗的时候 割书汉甚至啊 要靠别人抬担架抬着他 所以此时的割书汉 无论这个智力 还是这个经历 他都不足以应对 如此险恶的这个战局 更何况 这个背后 还有杨国忠在捣乱 杨国忠这个家伙 跟谁都不对付 他跟割书汉之间关系也不好 他认为割书汉屯兵不尽 那就是 另有所图 要对他不利 所以他天天的窜斗皇帝 要催促割书汉 出城去与敌人进行决战 割书汉是想 这个兼臂清野 然后守住这个同关城 等待敌人自行的崩溃 但是没有办法 皇帝不断的派使节来催促他 最后 割书汉打开同关门 去与敌人进行野战 最后的结果就是 唐军全军覆没 割书汉被俘 同关失守 战局出现了这样的 根本性的逆转 皇帝最后逃跑了 整个长安 整个关中 都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 万千民众 都踏上了逃亡之路 杜甫一家 也被裹挟在其中 当时的杜甫真是很可怜 你要知道杜甫当时 年龄也不小了 另外一个身体非常的弱 而且家里穷 也买不起马 更买不起车 所以呢 他们只能徒步的逃跑 这个逃跑的路上 非常的艰难 艰难到何等地步呢 杜甫有一度啊 甚至都绝望 漫山遍野都是人 都在各自的逃命 到处都是哭嚎之声 杜甫最后走不动了 只能在棚草当中坐下 坐下干嘛呢 干脆就等死吧 而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表直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他这个表直 是个热心之人 也是一个很有担当精神的人 他反过身来 来寻找杜甫 一路高声大喊着杜甫的名字 最后把杜甫给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 他把杜甫扶上了自己的马 然后他一手牵着缰绳 另外一手手握着这钢刀 然后就护送着这个杜甫 这样一路才逃得一命 在下一讲里头 我们把时间倒回去一些 回到天保年间 我们去看一看 那时候政坛上 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那些斗争 看看他们都有哪些的阴谋诡计 我们去看一看